警方将黑衣男子团团围住 接着打开警车车门 要男子马上上车 男子只能乖乖就范 原来这名男子涉及寻仇斗殴事件 红河马公室6号上午 一名高姓男子因为私事 和赵姓男子相约在KTV谈判 一次因为谈不拢 良人爆发口角冲突 不过后来双方达成和解离开现场 没想到赵姓男子咽不下这口气 竟然趁高姓男子接女友下班时 带多名友人搭车七乘车 到光复录的檳榔店里突袭痛殴对方 导致高姓男子左手手掌受伤 背部大骗欲轻 警方获报后赶抵现场 目前全案一涉嫌妨害秩序法 移送洪湖地检署侦办 详细的冲突原因 还有在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颜玉龙 叶玉娜 澎湖报道